我们上载了一部影片 如果上载完之后 我们看到影片好像现在这样 有广告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部影片可能有侵权的情况 我们想看看如何看呢 我们就去 这个是我登入了的 自己频道就是按这个 按自己频道看 如果登入了的话 就有这些影片管理员 按下去了 按下去看 这些就是我上载了的影片 原来有些有侵权的情况 这些严重点有个三个人 我们如果不需要的话 我们删除了 我们不一定要那个音乐 或者在YouTube上载都可以 我现在不需要 按这个操作 然后按操作 删除 这部影片就消失了 如何看回侵权的情况 如何情形呢 这里与第三方内容相符 我们按进去 按进去 这部影片的声明 版权有两项声明 一项就是影像内容的声明 另一项就是声带的声明 有什么限制呢 原来观看限制是没有的 利益盈利是 或者是申索人 以透过指影片获利 如果是有广告 你都认为可以的 就不用理会这些情况了 如果是想 制作影片 我就按这里 制作影片 制作影片 就不会侵权 有些免费的音乐 影片编辑器 按下去 我们就可以去到影片编辑器 我们可以编辑一部影片 刚才那部影片 《情花开》 就不会在这里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那部影片是侵权 侵权的影片 虽然是自己的影片 但也不会在这里 这些自己的影片里面出现 即是编辑不了 但有一个 作用可以编辑 就是你可以换那部音乐 才编辑 每部音乐 写到那部影片 就不是侵权 就可以编辑 现在我们再编辑一部影片 例如 真的示范 就是 我一 又可以 这个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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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白地方 按一按 这部做影片 这样就可以 这部影片是很长的 有两个歌 我先拍一首歌 再拍一首歌 这部音乐 正确 今天影片有千九一方 我們二音上三十音量 只剩下一個音樂 剩下這個音樂 你就再看看 一齊聽聽 會攪得慢些 今天你和我千九一方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沒有繼續去忙碌 但是打完那天 我們是在路上偶然這樣撞到 我們不會點頭 問候一下 然後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 什麼才是真實的狗 或者 找到我抱著你一份 在這一次中心裡面 是對你一份 是真的 是對你一份 對你一份 就是對你一份 是對你一份 對你一份 對你一份 有些人都會 為你一份 有些人 有些人 你一份 偷偷 使用 现在他就会这样说了 我们正在处理你的影片 你稍后再来 这部影片虽然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编辑的 这里有支笔 我们就按编辑 编辑 这里就打回你需要的资讯 比如名字天国一方 内容是什么 你可以打回 他预设是youtube编辑器 如果你喜欢这些超年杰 你就按回他 标签也是 原来这个youtube编辑器 如果你还有其他标签 你也打进去 或者你删除标签 然后打自己的资料 我这里标签也是签各一方 也可以 在播放清单里就按这里 播放清单是什么 在哪里呢 原来我刚才在教Google编辑器 我就去Google的播放清单就可以了 处存就可以了 这些资讯 其他的呢 就是 天国一方 如果看得到的 就在这里 按 就看到影片 现在还没有得看 想去我自己的频道 就按这里 就出发我们自己的频道 如果看回刚才那套影片 就去影片管理员 就看到我刚才在做这套影片 现在在编辑中 那么 那 那 我记得 感谢观看